两个劫匪跑去抢银行 但他们抢的并不是钱 而是时间 因为胳膊上的时间停止 他们就会死去 他们装满行李后 就呼喊所有穷人来领取时间 并且还把抢来的时间 发放给所有平民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让穷人多活几年 可富人却直接提到了物资成本 紧接着所有的时间都大打折扣 穷人们还是只能拼命工作赚取时间 与此同时 马克两人成为了全程的通缉对象 他们意识到 无论偷几百年的时间都没有用 他们无法改变穷人的现况 但好在这时 菜花想到了一个办法 次日 菜花就找到自己的父亲假装投降 正当父亲准备和菜花交谈时 伪装成保镖的马克 用枪指住他的脑袋 无奈所有人都放下枪支 马克胁迫银行长来到时间库 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真的有一百万人的时间 很快 两人就拿着时间回到了平民区 送给了所有群人 时间管理突然异常 管理局飞速追击马克两人 可等到他想枪决马克的时候 倒霉的管理局长却忘记补充时间 直接倒地不起 但菜花两人的时间也只剩下了一分钟 此时马克想到汽车上有时间 于是赶紧跑回去补充 在菜花只剩下六秒钟的时候 大壮及时抱住菜花 为他补充了时间 故事的最后 时间恢复平衡 平民区不复存在 时间管理局也从此消失不见 其实每个人都不应该为了永生 夺取他人的生命 即便贫穷 他们也应该有活着的权利